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大師答問 我們回答問題 第一條 只要我活著 共產黨過不了一百歲 這句好像是假新聞 現在很多大陸網站都剷掉了 請問這個Wormsville 什麼時候在什麼場合說過這番話呢? 你們有沒有Fact Check過? 還有 楊宇沒理由那麼失策 大師有跟他一起癲癲問號 哦 是呀 可能我們沒有Fact Check過 呃 但是也蠻汁的 是不是? 是呀 炳城本台觀眾是娛樂節目來的 我們周時都會這樣失策 當然啦 她說楊宇是沒有那麼失策 我不知道楊宇為什麼會那麼失策 但是問題是我們沒有Fact Check過 所以是不是假新聞 真的不知道 但是這句話真的蠻好笑的 是 我也覺得很好笑 那我另一條 啊 至你們這麼說 香港會不會有日是霍啟光做特首呢? 暫時來說看不出 就是霍啟光應該是 他最嚴重的地方就是 他在街上沒有打到過一個名字 就是說你那個人呢 你所有做特首呢 那個要是一個somebody來的才能打 哦 你不能夠 這個就是 呃 呃 專業 就是那個呢 你要在社會裡的地位 如果你來一個人是專業政客 你來做政客的人是比較難的 其實你不發現那些專業政客 你那些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金賴威啊 做幾百年都是的 但是呢 你那四個大藏呢 呃 就是余若美那些 一出來就黃慧基 一出來就是大哥來的了 明白嗎? 在田北辰 就是那樣東西呢 你要在你從政之前的時候 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不能夠一開始就從政 那除非你是一開始 你早言無疚 你打回來的 我根本不懂 就是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比較難去 比較難去成為somebody的 就是說你如果學到做特首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做了大佛會 做了很多年 但是你一出來 你什麼 你哪位啊 就是明白嗎? 大家會覺得 你在社會裡的力量是不夠的 我自己會覺得呢 他現在那條路線 有點像陳智思當年 剛剛出道的那時候 就是都是開始參加委員會 做立法會 然後就有個很好的先生的形象 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那變了就 現在就像是陳智思的早期 我想他們不夠打得了 就是大家會覺得 你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家族在香港也不夠名 那些家族在香港也不夠勁 他要做一些很能打得的事情 好 第二條 想知道大師怎麼看 《國安法》第一審的所謂專家證人 為了解釋這個《光時》的長篇大論 這樣翻來覆去 又是歷史 又是學術 又是法理 又是說這些八個字 這個我們已經解釋過了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沒有刪掉這條片 這堆東西 好 好 我們問下一條 大師 可以評論一下7218依人這件案 我覺得法庭的審判這件案的安排很奇怪 法官說的話既諷刺又荒謬 說是冤案又不是 只是隨便找些替死鬼交差 那個不是替死鬼 我相信 至少他有做這件事 但問題 大家會覺得就是 整個政府要顯示出公正 不要說自己人不拘捕 我們現在是一個 因為使用公權力的問題 所以將整件事歸去法庭或在警察搞 這件事其實他們都不想搞 政府不想搞 法庭審判和政府是會死的 法庭審判你交到來就做 但問題是法庭審判 但如果是政府的話他不想搞這件事 但如果不搞的話就難以服眾 好下一條 大部分官員都是記得利益者 那怎會解決這個住屋問題呢 當然大部分官員都是記得利益者 大部分官員都有樓 難道做官沒有樓嗎 做大官是不是 對嗎 所以一定是 一定是 不會盡心去解決的 但林鄭月娥好像沒有樓 但林鄭月娥應該有 他也有少少民業的 但問題是 現在現金比較大 譬如是 陳茂波當然不會解決 因為陳茂波有樓 所以要找這些沒有樓的人去做 但沒有樓的責任權那些都不搞 因為他們是牽涉到太多利益 要一個跟他們全無利益的人才行 好 那大師是怎樣看陳X聰 應該是那個陳振聰 那個馮水佬 出拆 還有就是承聰說 都想做黨員呢 他兒子有沒有機會翻身呢 這裏是兩個 是很多問題來的 第一就是 但我不知道怎樣看 因為我又不認識陳振聰 我唯一認識 跟陳振聰最認識 就是認識他很多 很多朋友 那你只叫我評論陳振聰 那有幾樣東西的 第一個我認識我女生 那個女生我認識他17歲 我認識他17歲 因為我是九一九二才認識他 然後大概10年左右 2000年左右回到香港 不是2000年左右回來香港 是2000年左右在香港再見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我認識他的時候 她是做receptionist的 在高級餐廳 然後再做到他 他就是在 在esprit做銷售 然後他說有個男人追他 就坐勞思來思 大人知道什麼料 說每個月給他50萬元包他 那是2000年左右 然後2007年再見到一個女生 然後他就說 那天早上跟你說 那天原來是陳振聰 我問他沒有 沒有 但那個女生也是值得一提的 因為她是挺蠢的 挺美的 但是挺蠢的 是我見過她的蠢的女生 是個天下的 算得水平也不是很高 但問題是她自己 在荃灣廣場 即是葵涌廣場之兩層 那樣的地方 開一間 洗...那些叫做什麼 開一間店 那些叫買衣服的 那些是時裝店 那就是 做得挺好的 而且她做得挺好之外 她是買了一間大國咀的居屋 即是最漂亮的居屋 人生四年早來 她的居屋我看到賣了 現在賣了一千萬 為什麼會特別這樣說呢 就是這個女生 我覺得從此之下就知道 原來做生意厲害 你認真就行了 你不用聰明 是啊 其實是的 她很認真 即是很認真去做這件事 那就不用聰明 這就是我講的一件事 我講了這麼多東西 就是為什麼她都做得這麼好 很多我看到聰明絕頂的 然後做生意就不行 因為她很認真 第二就是晴龍說要做黨員 我想她都是要擦鞋 她這個挺有趣的說法 是的 我想她都是要擦鞋 我相信她做不到 因為她為黨犧牲 她想做共產黨員 但是你想做共產黨員 你說哎呀 為什麼 但是你能做好共產黨員的犧牲 雖然現在共產黨員很多都不犧牲 哈哈 但是問題 就是我不認為她是一個好的黨員 越年輕越要爆肝 都要犧牲的 但是越老的人一定會被洗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所以我說我一定不會做共產黨員 因為我一定不可以保守法不擋鞋 擋鞋 哈哈哈 然後她兒子有沒有機會翻身 她兒子有的 就是她兒子犯的錯不是一輩子的錯 但是她兒子好像沒有打算翻身 就是咬老爸 躲到台灣就算了 如果不是她兒子應該一直在中國做一些認錯 她兒子完全沒有想過做一些翻身的事 是 好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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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